第199集 原来一切相遇来自于误会 夏末刚刚停下来的咳嗽声又咳了起来,这次他是让口水给呛到了。 穆罕语只是一句玩笑的话,没有想到夏末的反应这么的大,可是这玩笑的话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暧昧了。 穆罕语也发现刚刚说的那句话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的问题,为他喝水,那不就是要…… 随着夏末咳嗽的声音停了下来,空气安静得可怕,有点活见鬼的感觉。 好在电影终于开始了,夏末眼睛赶紧看向屏幕,气氛才稍稍缓和了一些,只是个片头曲。 但是,看片头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现代爱情故事。 穆罕语对电影本身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从他身边的一大袋零食里,拿出了一大盒的爆米花。 夏末没有拒绝,而是直接接过穆罕语递过来的爆米花,淡淡地说了一声, 谢谢。 气氛有一丝的缓和,但是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尴尬,他双手空空的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穆罕语刚刚买了那么多的东西,他不吃也是浪费啊。 所以,刚好可以拿着爆米花,他的手上有事情可以做,嘴里吃着爆米花,也就没有那么地紧张了。 穆罕语买的这个爆米花有点大,夏末直接抱在了怀里,然后拿起来放到嘴里嚼了起来。 漂亮的眸盯着电影认真地看了起来,他乌黑银亮的黑眸透着干净纯粹,他粉嫩的唇瓣一丈一和地嚼着爆米花,像一颗含苞玉放的花蕾,爆米花的口感酥脆,散发着淡淡的甜味。 记得小时候的爷爷给自己炸过爆米花,突然有种记忆中温馨的感觉,夏末又拿了几颗放到嘴里。 他吃了好一会儿,才后知后觉地发现,穆罕语漆黑的眸正对着他看。 夏末正了正,有些茫然地看向他,然后眨了下眼睛,像是想起了什么。 刚刚他让人打包,说每样来一份,所以爆米花也只有一份吧。 他该不会是想吃爆米花吧?夏末抓了一把,递了过去说。 你想吃爆米花呀,你直接跟我说就好了,我刚刚在看电影忘记问你了。 其实是他刚刚还没有适应孤男寡女地待在一块,他根本就没敢回头看看他一眼,而是直直地盯着屏幕。 穆罕语摸一般的黑眸,直勾勾地盯着夏末,薛薄的唇抿了抿。 夏末以为他是不好意思要,拿了一颗凑到穆罕语的嘴边。 没有关系,这么多我也吃不完,你吃一颗看看,还挺好吃的。 穆罕语刚刚是想说,不用了,那些都是买给他的。 但是看夏末递到嘴边的爆米花,他还是乖乖地张开了脖唇,任由夏末把爆米花丢到了他的嘴里。 然后灵动双眸看着他,好像是在等他评价爆米花的味道。 这爆米花怎么这么难吃? 穆罕语吃不惯这样的味道,但是看到夏末看着他有些欺许的眼神,他的眸光还是不自觉地温柔,然后微微地汗手说。 嗯,好吃。 夏末听到穆罕语说好吃,以为他也喜欢吃。 抓过穆罕语修长的大掌,然后把自己抓的那一大把爆米花都放在了他的大掌上。 但是还不够,又在自己的爆米花筒里,又抓了一大把放到穆罕语的手里。 直到穆罕语的大手里,满满的都是爆米花,完全放不下了。 穆罕语勾了勾唇脚,戏谑的眸扫向夏末说。 我还以为你要一直喂我。 夏末抓着穆罕语的手僵在了那儿。 要不是穆罕语提醒,他都没有发现他刚刚做了那么轻易的举动。 他刚刚喂了他吃东西吗? 果然,他这一晚上智商都是不在线的。 夏末回过神来,抽出自己的手,假装镇定地回。 你想得美。 然后又抓了一大把爆米花,放在了自己的嘴巴里。 穆罕语唇角微扬,亲情大好,眼底是高深莫测地笑。 为刚刚夏末不自觉地喂了他一个爆米花,也为了刚刚他故作轻松地那个想得美。 为了他们慢慢在缓和的关系。 他慵懒地靠在后背上,修长了双腿自然地交叠。 整个人在昏暗的光线里,自然有一种出城脱俗的感觉。 夏末看了一眼手里的爆米花,放在嘴里嚼了起来。 电影里播出的也是一个类似于霸道总裁的爱情片。 女主在小时候救过男主,后来男主离开了。 再后来,他们偶然相遇,但是他们并不认得彼此。 而且,他们认识的时候也是一种误会。 男主开车,撞倒了骑着自行车的女主。 女主的人并没有大碍,只是脚上破了皮。 男主有重要的事情要急着离开,但是女主并不肯让他离开。 于是两人就争执了起来。 后来,女主摔倒,顺便也把男主给拉倒了。 男主就压倒在了女主的身上,没有意外地,他们亲吻在了一块。 虽然是老掉牙的电影,但是很少有时间看电影电视剧的夏末,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只是在男主亲到女主的时候,电影长镜头停在了那一个画面。 夏末的脑海里,也浮现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亲吻。 那是在穆罕宇的办公室,那天他送咖啡,但是不小心弄倒了一杯咖啡,被他叫到了办公室里。 他一定非得让他去换衣服,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他是糯米的妈妈了吗? 要不然,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一定让他去换衣服? 当时的自己还以为,他这么帅气的男人,又这么地热心,自己就进去换了衣服。 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已经站在了更衣室的门口。 当时还以为他是个偷窥狂,还跟他争执了起来呢。 原来,一切的相遇都来自于误会啊。 夏末的眼角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身旁的男人,他简单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屏幕,嚼着爆米花。 真的就只是像普通的男女朋友来看电影一样。 他的轮廓好像金刀雕刻过一样完美地不可思议。 英挺的健眉,笔直的鼻梁,性感的薄唇,简直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帅,总是让人忍不住地陷下去。 其实在夏末转头以前,穆罕云的余光是看向夏末的,想起他第一次搭他低视的场景。 只是他看到他微微转过头来的时候,他才慌张地看向电影屏幕。 总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对着他就是突然地慌张。 可是又忍不住地看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到他看着自己的眸光有那么一丝的悲伤。 小凡输了策划案的比赛,看着坐在他旁边的夏末,越看还真是越不喜欢。 后来宋旭又给夏末送了两张电影票,这更像是被针扎一样的嫉妒难受。 不及穆总那么帅,但是那也是很帅很有诠释的。 虽然宋朱里说是总裁送过来的,但谁知道是真是假。 小凡鄙夷的看着一眼夏末,夏末一直呆呆地看着那两张电影票发呆。 小凡趁着去洗手间的时候,特地偷偷看了一眼夏末桌上的电影票。 是宋旭送的,还是总裁送的,他跟过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如果是宋助理送的,到时候他就拍下照片,让大家看看这个女人是有多恶心。 这样子,大家就会相信自己说的,肯定是因为宋旭帮他写策划案,所以他才会赢得这次的策划案比赛的。 小凡想着,心里更加确认了自己的想法,他一个打工妹是不可能赢他的,一定是他用了什么手段。 夏末离开办公室以后,小凡也收拾了东西,跟着离开了办公室。 他特地打了个低视,然后在电影院门口的对面一家咖啡店里,找了一个角落。 他随便点了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然后拿起手机在那边等了起来。 可是没有想到,映入他视线的竟然真的是沐总。 沐总高大挺拔的身材比顶级男模更让人垂涎,他迈着大步走到了电影院的门口。 电影院门口的那些小女孩的目光,一下子全都被他给吸引了。 沐总漆黑深邃的黑眸,朝着那些打算围过来的小女生冷冷地扫了一眼。 那些小女孩立刻就定在了那儿,不敢前进半分。 沐总漆黑的眸又在人群中扫了一眼,像是在寻找什么人。 没有看到他想找的人的时候,他漆黑的眸光里闪过一丝失望。 然后他就站在大门口的柱子那边,那个位置正对着路口很显眼, 只要从路边一进来,一眼就能看到他。 总裁真的很帅很帅,平常小凡都是不敢这么指示总裁的。 今天总裁离得有点远,他便一闸不闸地盯着总裁。 感觉只要有总裁在的地方,天地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他只是慵懒地站在那里,浑身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优雅贵气。 那张无可挑剔的俊脸,挺直的鼻梁,阴挺的身材,让人看一眼就深深地被吸引了。 他虽然以一种慵懒高贵的姿态站在那儿,但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 却夹杂着深不可测的危险。 牧总站的地方虽然离咖啡店的地方有些远,但是咖啡店里的人也已经看到了站在电影院门口那个俊朗绝伦的男人。 天呐,你看,站在那边的那个男人真的是好帅啊,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啊? 小凡回过神来,总裁不会真的是在等夏末那个女人吧? 不应该啊,总裁现在不是跟顾潇潇在一块了吗? 牧总是不是在等顾潇潇? 可是不会这么巧吧,宋旭约了夏末在这儿,总裁也约了顾潇潇在这里。 小凡绕着人群扫了一遍,没有看到宋旭跟夏末的身影。 小凡拿不准主意,问一下不就知道了? 小凡想着,拿起手机,远远地给穆韩宇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了顾潇潇。 小凡问 顾小姐,牧总是在等你吗? 顾潇潇昨天从晚宴上回来就喝得乱醉。 她没有想到,韩宇哥哥竟然带着夏末去见了奶奶。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这是韩宇哥哥除她之外,第一次带女人见了奶奶。 恨,真的恨不得掐死夏末。 妈咪回来之后,也有一点魂不守舍。 顾潇潇看着小凡发过来的照片,正是直接愣在了那儿。 韩宇哥哥俊美如实的脸庞,表情冷漠地站在那里。 她在等谁? 等的肯定不是她,难道她是在等那个叫夏末的女人? 韩宇哥哥竟然在等一个女人看电影。 顾潇潇的脑袋轰隆隆地,简直要炸了一样。 怎么可能? 在她的认知里,韩宇哥哥是多么高高在上的人。 像她这种人,生来就是万丈光芒,让人仰望的。 她怎么可能等一个女人去看电影? 而且还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顾潇潇的手微微一颤,手机直接掉落了下去。 她的内心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那就是韩宇哥哥爱那个女人已经爱到骨子里了。 就在顾潇潇愣神之际,手机又响起了好几声的叮咚。 小凡看到顾潇潇没有回她发的消息, 以为顾潇潇应该是在来的路上,所以没有看到她的短信。 小凡又发了一条。 今天宋旭拿了两张电影票给夏末,说是她赢得了策划案的奖励。 小凡又说。 我以为是宋助理约的夏末,结果一过来,还真的看到穆总也来电影院了。 顾潇潇咬了咬唇脚,颤着手去捡地上的手机。 看着小凡发过来的消息,顾潇潇看明白了。 一个是夏末赢得策划案的比赛。 这个小凡还真的是一个废物。 做了这么久的策划案,竟然输给了一个新人。 二是,看电影这个事是韩宇哥哥主动的。 奖励只是借口,实际是他主动约夏末看电影的借口。 韩宇哥哥为什么不直接约他,而是找这样一个借口呢? 难道是,昨天他看到自己跟韩宇哥哥还有奶奶一块吃饭,所以误会了些什么? 顾潇潇不确定自己猜的对不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韩宇哥哥跟那个女人中间一定有些什么误会。 他们还没有在一块,所以他还是有机会的。 顾潇潇想着,立刻给小凡回了个信息。 啊,是啊,这个是我随便跟韩宇哥哥提了一下的。 我刚回国没有什么朋友,就跟韩宇哥哥说,谁赢了比赛就一起去看个电影,刚好可以交个朋友。 小凡看着手机里发来的消息,懊恼的,简直就想抽自己一巴掌。 原来赢的策划案有那么好的福利,还能跟总裁一块看电影,想想就幸福地发晕了。 随即,他就立刻被怨恨屏蔽了脑袋,都是夏末那个女人。 要不是那个女人,现在陪总裁一起看电影的,就是自己了。